哈喽 哈喽,美美大家好,我是小美杨子 今天下雨了,未来几天都是下雨 出个空隙 把这红薯种了 这红薯是我在网上买的 本地的网上买的 紫薯 这个是红辛红薯 还有一种白辛的粉红薯 老爸说到时候在我们村的一个村民那里买 他们家有种 这两种红薯都不是特别大的 但是我认为他们吃起来 就蒸着吃烤着吃都好吃的 本地的那种白辛的粉质红薯 会更高产一些 老爸想种那种 但是那个以前种过 我觉得不是很好吃 前年种了之后 好多放在家里面没人吃 后来有些给鸡吃了 还有一部分就烂了 就挺浪费的 所以今年我就想着 这个红辛的和紫薯的 我都种一点 然后白的那个粉的等后续 老爸买种了之后我们再种 下雨了之后 正好把这个泥土打湿了 也可以帮助它发芽 不然的话我们还得浇水 我们出来的时候没有带茄子和芝麻 他们在笼子里面现在在惨叫 他们出来了也想跟着出来 下雨了 不然身上打湿了 容易得皮肤病 没放他们出来 先把这个地整一下 前两天这个地是挖过的 还有一些朋友们很好奇啊 红薯种来种红薯 和直接扦红薯藤有什么区别 就好比是直接收割的带壳的水稻 和大米之间的区别 一个是脱了壳的 一个是没有脱壳的 那么种红薯的时候 我们用种来育苗的话 也是到时候它会长出来芽 番薯的藤 把那个藤我们剪下来 然后再去插到地里面 因为我们本地是没有卖红薯藤 反正我看到好像是没有 也许有吧 所以我们就要用种自己来育苗 那如果你不想那么麻烦 你可以把前面的自己育种的 那个步骤去掉 直接买红薯藤来种也是可以的 但这个里面有一个弊端就是 它卖的藤 可能给你想要的东西就不符合 就好比我买那个蓝莓苗 买错了一样的 他跟我说是蓝莓 但其实种起来不是蓝莓 你想要的是红杏红薯 他跟你说是红杏红薯 但你种出来发现不是红杏的 是白杏的 很粉的 就不符合你的预期 但是如果自己用红薯种来育苗的话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育出来是什么 种出来就是什么 品种不会错 因为现在有些商家吧 他卖东西 你想要的什么东西 他就说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东西 他是想走着把它东西卖出去 老爸以前在农村的集市上买黄桃 他说对就是黄桃 但实际种出来是油桃 然后还有一次他说还要买油桃 然后卖的人也说对就是油桃 种出来发现是黄桃 就是这个 虽然麻烦一点 但不会出错 品种不会出错 其实红薯我也是第一次育苗 第一次 就跟我们种蔬菜也是一样的 也用种子育苗一样的 老爸还特意给我交代 你能出来的 我的天哪 你是能出来的 难道他自己把门打开了 这妈也没来了 不知道他怎么出来的 鞋子一阵风又跑了 刚才老爸还特意交代了 因为他说我可能认不出来 这红薯是分 一个是根端 一个是金端 金端上面就是会长叶子的嘛 然后根端下面就是会长根系的 所以这两端不要搞错了 就是要把根端插到土里面 金端上面就会冒芽的 到时候那个芽 我们剪出来 就可以去牵插种红薯 但是我刚才给老爸 让他认了一下 我说哪一端应该插到土里面 哪一端应该冒到土上 他看了一下 他说也不是特别好看 让我先横着放 看这个红薯 因为他个头比较小 不像本家那种白新的粉红薯 他这个很难识别的出来 哪一端是根端 哪一端是根端 所以我们就横着放 反正到时候发芽之后 那个芽也是朝上生长的 它不会长 长出来芽是不会朝土里面长的 它保险一点 以免种错了 那个芽点 在泥巴下面 它就长不出来 这种小的红薯红薯烤着吃和蒸着吃都特别好吃 哎 现在 葡萄糕 哎 你看嘛 不敢带他出来 就是 他在地里乱踩的 现在是还没发芽 还好 没事 发芽一踩 那不就遭殃了 盖成薄薄的土 因为现在室外的温度没有达到15度以上 它发芽是很慢的 所以 我们在完了之后 还要给它附一层地膜 这帮助它发芽 发得快一点就 你看 你会逃避免 你会逃避免 那你脸上都瘦了 啊 你脸上都瘦了 这个气气太干了 没的 你呃 你上层中的那边是有的 嗯 我看到了 结尖看到了 对 是 这好吃一些 到时候我们种了之后 挖出来就可以吃了 怎么吃都好吃我觉得 生吃也好吃的 特别是放蔫脱水之后 甜甜的 又脆又甜 吃的跟板栗差不多 那种粉的 虽然个头很大 今天种的那么大一个红薯 但是没人吃 它味道很一般 那种比较适合当粮食 给猪啊鸡啊鸭啊他们吃 那口感的话就很一般 老爸他反而想种那种红薯粉的 就那种白心的 他说那个高产 高产是高产 都说没人吃 那不也浪费吗 刚才有个我们这村民在这汽水 那茄子看到他了之后 挺吓人的反正 那茄子怎么说呢 他他不咬人 但是他很热情 就看到陌生人来的时候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主人 跟别人说话了 他就不会上去就那么凶的叫 如果我们不跟人家说话 他就会很凶的在叫 说话之后他就知道是熟人认识的 就不叫了 但一般人看到这么大个家伙 在那咆哮 也挺怕的 像我这种 稍微比普通人了解狗的习性的人 我如果在外面看到这么大只狗 疯狂的在那旁边在那咆哮 心里也会有点胆怯 但是你仔细一想 知道狗的习惯了 只要他不是那种疯狗 然后你掌握狗的习惯狗 有些狗他是有习惯的 然后你就可以不用那么害怕 就上次我们去山上扫墓的时候 看到不是也有只黑狗吗 远远的坐在那儿狂 狂的也挺吓人的 但是我一直在逗他 他反而不太叫了 还害羞起来了 他凶的时候是他没有安全感 我小时候被狗咬过两次 一次是跟小学同学从那个山上下来 经过一户老人家门口 家里拴了一只狗 大铁链子很大一只狗 然后前面那几个同学特别害怕 就一直往前面跑 我觉得是最后一个 然后因为他们跑嘛 狗就往前面追 追的过程当中那个铁链 没追出去 然后我正好在那狗旁边 我还没有跑过去 那狗反过来就把我的腿咬了一下 还好我穿的裤子比较多 不要咬出血 只是有一个紫红色的牙齿印 也没打针 第二次是我奶奶家的狗下崽了 好像是有个亲戚过来看那个小狗仔 把那个小狗仔抱着 抱着之后就出去了 然后我就在那个母狗旁边 就突然一下就把我手腕给咬了一下 当时也没流血 然后过了一会儿就流血了 那个血是从皮肤里面渗出来的 但是手上没有一点点伤口 也没有打狂犬疫苗 因为那时候农村没有 好像不是很普遍打狂犬疫苗 这么个说法 我就唯独被咬这两次 但是虽然被咬了 我也不恨狗 我也不怕狗 对他们也没有什么阴影 老爸小说也是被咬过 他就对狗有阴影 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就好比我现在对马一起吃有阴影 因为以前从马上摔下来过 还有一个 还有两个 走 你租开 我玩的茄子你是能出来的 是吧 妈给你开的门 做完了哈 我把这放个标记 不然到时候 用不住了 不认识了 要挖个坑 先正好在下雨 让雨水把这泥土打湿一下 下一步我们就往这儿搭个小拱棚 还有草莓 到时候我们也一起在这儿育苗 好 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走 回来一下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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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下面样子 感谢大家关注我支持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看一下茄子力量多大 他把门上的这个东西搞掉了 他自己跑出来的 这家伙真的是关不住啊 自己会开门 然后那个绳子吧 除非你是铁的 那种很硬的铁 咬不动的 如果是那个绳子 一分钟不到就能给你咬烂 像这个门 你看这个铁的 他给你 这应该是个焊接口 我说他怎么出来的 我以为老妈把它放了 老妈说他没放 芝麻傻乎乎的 他还一个人在里面 这家伙 家伙 应该是这个地方 这是个焊接口 这么关的 你看他不胖 他身上一身鸡肉 家伙